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阳光优美的海岸线一年一度的新住民健走及嘉年华活动即将在15号登场 中正区体育会理事长张浩瀚邀请民众一起来运动 这个礼拜六在我们的必杀鱼港将举办我们中正区的健走活动 届时也会结合我们新住民研究会嘉年华一起来做一个办理 在这边也诚挚地邀请我们所有基隆市民的一个好朋友 那在这个礼拜六我们一起到必杀鱼港走一走 那借着这样的一个好天气来舒展自己的一个筋骨 那另外也可以来观赏我们新住民所带来的不一样的一个 各国的一个表演活动 那另外还要提供新住民各国的一个美食 那给大家来在现场来享用 所以在这边呢 诚挚邀请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 这个礼拜六我们一起来健走 除了健走活动 现场还安排莫彩活动 奖品丰富 而现场新住民朋友准备了一国特色美食 邀请民众一起参加 记者黄烧鸣金融报道 操场上小朋友拿起水枪 上演水枪大战 体验泼水节活动 泼水了 滚开攻击 新住民身份的市政府中发处长林立禅 被孩子们团团包围 在炎热的太阳下 能够玩水实在很过瘾 因为我们今天是东南亚 不管是柬埔寨泰国 我们的缅甸等等国家 他们在今天或明天的过年 那我们也希望说 借由过年的这种节庆 带一个多元文化的 让我们学校的孩子 也借由节庆认识不同国家 那进而有一个视野外 也有一个包容的心 金融市长谢国良 亲自发水枪给每位孩子 还和小朋友合影留念 就怕小朋友手下不留情 赶紧提醒小朋友 别朝他涉水 你们可以好好玩 我觉得主要就是 给大家一个东南亚过年 过节的气息 然后也分享多元文化 给更多的小朋友 我鼓励他们互相的 好好的开战 不要射到小爱爸爸 为了让孩子们 认识东南亚新年节庆 仍在国小教室里 摆满各种东南亚美食 有芋头 西米露 薄饼 水果 还有法国面包 夹冰淇淋 让孩子们大旦一国传统点心 就是在讲柬埔寨有什么活动 新年 我觉得非常好玩 也很有趣 是体验柬埔寨的新年 然后吃一些柬埔寨的传统食物 然后让我们体验到柬埔寨的风俗民情 不原文化的理解是我们现在 12年课纲里面的很重要 要培养孩子的核心的树养 所以我们也利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 刚好就是东南亚的过年 其实就是在今天 我们利用这个节日的一个结合 让小朋友能够认识东南亚的一个民俗文化 学生们吃点心 拿水枪体验泼水节 玩得超开心 感受不同国家的过年气氛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刚吃完的营养午餐餐盒 还放在客桌上 激动市议会议长同志伟 和市议员李敏勋 就忙着帮义勇而上的 暖西国小小朋友签名 意外变成了粉丝见面会 也让两位议员大感意外 由于有家长反映 营养午餐的菜色和份量等问题 因此为了了解 国小营养午餐的菜色和份量 在暖西国小校长和老师陪同下 激动市议员李敏勋 邀请激动市议会议长同志伟 一起到暖暖区暖西国小探访 并且自己打饭菜 和六年级小朋友一起吃营养午餐 感受口味口感和份量 觉得很OK 敏勋议员曾经接获民众来反映说 这个营养午餐的 营养午餐的菜量不够 那我想我们今天特实地来关心 其实菜色菜量 目前我们同学跟老师的反应 都还是OK的 但是我们会持续的关心跟监督 那希望市政府在资源有限的状况下 让我们的小朋友 可以有充足的食物 然后营养的健康的培养 我想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一定要让小朋友吃足吃饱 吃满 再怎么样都不能让小朋友吃亏 所以我们跟敏勋议员会 会非常用心的在学校的发展 健全的教育上面做努力 因为它现在其实营养午餐有分两种 一种是由学校的中央厨房 然后分散给各个学校 跟另外一种是由自己的学校 自己个别去定制这个便当 那我们都会来关心不只是暖西国小 其实包含本市的每一间学校 我们也都会来看一下 就是说有关于这个营养午餐 不管是在菜量或是菜色上面 我们希望说都可以让 第一个一定要让小朋友吃饱 那在菜色上面呢 我们也希望说可以来更加丰富 让小朋友吃的营养 营养跟吃饱是最重要的 我跟议长跟我们议会的所有的议员 我们都会持续关注这个教育的 这个营养午餐的议题 重点是小朋友对于营养午餐的内容和分量 也都觉得相当不错 很够啊 然后这学校还会在看我们量 还会在帮我们调整 所以你个人来讲非常满意 对啊 没想到受到小朋友们的热情欢迎 饭菜刚吃完 就被小朋友纷纷要求签名和拍照 瞬间变成了粉丝见面会 更特别的是 议长佟梓梓还巧遇到 暖西国小的赖市长 双方握手寒暄自我介绍一番 你好我是暖西国小自治市市长赖英琪 你好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佟梓梓梓梓 我很高兴认识你 很高兴认识你 你好 非常开心 你对学校有什么想法吗 我觉得我们学校很棒 很多团队也很厉害 很多校队 例如棒球队 雨球队 合唱团跟田径队 都很厉害 都得过很多奖 例如市长也很厉害 市长也很厉害 你的项目是什么 你参加什么项目 我没有参加团队 没关系 当市长就是好好宣传学校 然后 你看他发表学校有什么校队 然后学校有什么好处 然后他觉得学校很开心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小朋友 就应该像这样子来培养 勇于表达自己 然后乐观活泼 我觉得我们暖息国小的教育发展 非常的不错 赞 赞 对于自治市长和班上同学们 落落大方 敢于主动发表自己的想法意见 以及略为成熟事故 超乎礼貌的应对态度 也让议长佟梓梓梓相看 见识到不同于市中心区 国小学生的风格 认为好好培养未来不可限量 而赖市长也回答 未来长大后不排除踏入政界 为民服务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经过暖暖区地内国中门口 及周边的大小车辆不断 对于过往行人和上下学的学生 长期以来都造成一定的威胁 因此在地内国中反映下 基隆市议员联恩典特地办理会刊 邀请校方以及当地定和里长林湘 和市政府交通处等相关单位人员办理会刊 争取将地内国中周边远远路向道 及东定路口三处地点斑马线 以并改为画面中的绿白斑马线 提升驾驶人的辨识度 维护学生及行人过马路的安全 特别是在定念国中这个部分 那这里是基附公路的要道 那也包括通往暖暖的地方 车辆流量非常大 那特别是在上下课的时候 那要让这些的国中的孩子 有一个很安全的行的地方 那所以今天来争取这个 那希望交通处也赶快来完成 而定内国中则希望 存在校门口上下坡路段前的 两条白色斑马线能够徒销 减少学生利用这里过马路的危险 因为前面的那个路边 有时候都会有一些停的一些车子 然后又是红线 所以那个行走的空间狭窄 所以学生这样子直接穿越过来的话 其实是有它的风险在的 因为中间这里也没有 这个所谓的交通号制 然后这里的车流量在上下班的时候 又相当的大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确是 如果能够也感谢市府这样的一个规划 能够先暂时取消这样的一个斑马线 林恩典表示推动行人友善政策 已经成为谢国梁市长上任后 最重要的施政目标之一 当然也包括对学童上下学安全过马路的重视 他非常支持这项政策 也要求市政府赶快推广到国中学校周边 划设绿白斑马线 也保障国中学生过马路的安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山中好时光 欢迎来东山 山中好时光多功能教室启用咯 在全国190所国高中小学校竞争激烈后脱颖而出 老旧厨房大变身 成为兼具简易烹饪操作功能及客服学习的空间 原来是一个废弃的厨房 真的是破破烂烂的 那我来这边的时候我想说靠着美学的计划来翻转我们中山国小 让他们提升他们的一个美感生活 教育处长亲自到场煎菜 同时跟着孩子们到菜园采收青菜 小番茄 我们自己种的菜园 我们很开心可以吃到自己做的菜 洗菜煮菜 透过完整的食育教育课程设计 从食材的原型 用餐的素养礼仪 让学生体验生活的美好与美感 我们中山国小是第一所获得中央补助的学校 那在这个空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学生在我们整个改造完成的一个环境里面 学习怎么烹饪 从土地 然后一直到餐桌 整个食安教育里面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是食欲 一个是食农 而食农的教育里面让孩子们看到土地的成长 看到我们当令食材的重要 那在这里呢可以看得到孩子在这么美好的环境里面 一起努力的烹饪 看着食材变成每一道的加食 其实在孩子的心目中而言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 我很喜欢这个厨房 因为就可以学一些就学怎么煮菜 可以做更多好吃的菜回家 可以在这边学习一些做做菜的基本料理 我觉得还不错 我很喜欢这个厨房 因为这个厨房让我学到很多东西 希望学弟们们也可以好好用这个厨房做很多料理 打造全新的校园活化空间 校方感谢台湾设计研究院提供专业的辅导支持 期待透过学美美学计划培养孩子的美学素养 让学校变得不一样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各位乡亲大家好 我是郑文婷 郑文婷有一个会让我愿意站上台 而且用力的推荐她的原因是因为 她有正义感 基隆要持续进步 需要懂得向中央争取预算的好立委 立法委员电话民调 请唯一支持最专业的郑文婷 乖室 要来去哪里 但是我要去银行缴纳使用牌照税 现在用手机就能缴税了 收到缴款书后下载行动支付和电子支付APP 扫描QR Code就可以马上缴纳 还有信用卡ATM转账等 多元缴纳管道都可以选择了 乖师妹上车带我去多多工 多元缴纳不可管 一路顺畅安心 GO 基隆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演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欲佛节 及祭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阿伟啊 头晶是怎样啊 阿就仁爱桥4月10号开始要改建了啊 蛤 为什麽 阿因为仁爱桥超过40年了啊 要改建才安全啦 喔 阿你是说要多久啦 从4月10号开始10个月 大概到明年第一季啦 好啦好啦 我较快来去跟邻居说 仁爱桥4月10号要开始改建了 这样会更安全啦 各位视频朋友 大家好 我是赵明君 我已完成登记民主金部党 立法委员党内初选 身为市议员 我深深了解 基隆市即将面临的现况和挑战 基隆市要持续进步 立法委员电话民调 请唯一支持 同任机的张秉军 慈云寺的财神殿 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正神等 求财不孕的乡客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云寺 直角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慈云寺也提供了财神灯 供信众任养 到了慈云寺 可千万别忘到财神殿参败哦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地每周三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一起高喊动算 立委赵天龄特地从高雄北上 来到基隆火车站南站 为参加立委初选的 市议员郑文庭败票助奖 市议员吴华佳也前来力挺支持 祝福郑文庭 能在立委初选中获得好成绩 有机会进军国会扩大服务 高雄跟基隆都是港督 都是台湾很重要的港口 我跟蔡适应委员 都是外交国防委员会资深的委员 我们知道建设城市 跟守护台湾都很重要 所以蔡适应委员 因为生涯规划的关系 这次不再与竞选连任 我心目中我觉得最好的人选 就是郑文庭郑律师 郑律师本身是一个 已经第二届的议员 他长期在做律师的服务 他本身有在地的连结 也有国际的视野 所以我会认为如果要来接棒蔡适应委员的话 我们不应该让一个最先进的港督去选择一个 只是在地方上进行这个跑滩服务的一个在地型地方型的人物 我们要选择其实是一个可以像蔡适应委员一样 可以上得了国际接得了地气的这样的人才 其实就是郑文庭律师 那他现在正在进行初选 我们真的很忠心的希望所有的基隆的市民朋友 我们疼惜蔡适应支持郑文庭 可以接到民调电话唯一支持郑文庭律师 让这样的好人才可以接棒蔡适应进入国会 跟我一起继续攜手来建设我们的港督 我想选举没有没辈子就是要请跑 那以我过去的这一个在基隆市服务的一个精神 除了请跑之外我们还会加入许多人的一个协助 就像赵天林委员他不远千里从高雄来帮我站台来为我加持一样 我们还会有很多好朋友继续来为我加油打气 那我们也希望市民朋友能够继续来帮文庭加油打气 让文庭的专业能够走入立法院来为市民朋友来服务 不管是以前在王拓委员的办公室也好 还是在一直到现在在基隆市议会也好 他都非常的尽心尽力 那也非常照顾我们的后辈 所以呢我们一直以来呢都非常的支持他有很多很多的理念 那这一次呢他有这个决心要出来参选这个立委 那我们呢也非常的肯定也非常的祝福 希望说呢大家可以一起继续不管在哪一个角色上 都可以为了基隆的未来继续一起来打拼一起来努力 那让我们的基隆让我们的台湾的发展可以越来越好 郑文庭说很感谢立委赵天龄和吴华嘉议员来为他加油打气 而基隆方面民进党立委初选电话民调时间在4月24号到4月30号期间 他也会把握时间向基隆市民争取更多认同以获得更好的成绩 记者黄日生陈淑平基隆报道 号称五星级宠物旅馆的基隆宠物银行 去年底市府核发执照原定1月启用 但却在农历过年前传出了缺水缺电 有被称作是五星级的宠物旅馆 但是在去年明明就还没有验收的情况之下 在去年的12月就已经核发了使用执照 硬是把流浪动物把它搬入了临时的收容区 而当时的五大管线也就是电力 然后自来水瓦斯电信污水等等管线 都还没有办法使用的一个情况之下 严重影响到流浪动物们的生活品质 而只能从周边的动物医院来进行输送 所以说也造成了那段期间以来 一直都有供应不足的一个问题 这件事情也引发了动物志工 后续在网路上面引来很多的骂声 而这个建商这个营造的厂商 他更是粗暴的像这些动物志工 提告 面对从物银行诸多的施工缺失 厂商仍未改善 金融市政府召开了记者会 向外界说明处理进度 总费用9600万一直增加到1亿2300万 其实让他增加的费用 但是他还是没有如期完工 因为这些增加的费用都包含了 这些天后不稳定的因素 还有这些物价调整的因素 其实都已经加在里面了 所以他整整 其实他的总费用整整的增加了多少 增加了快3000多万左右 第二个我觉得重点是 我们在2月15半也出现 总共有147项缺失 2月15半也出现147项缺失 为什么选择今天来跟大家开记者会 因为刚好满两个月了 刚好满两个月 其实厂商目前还是还有缺失 而且这个19项缺失 还是算是比较重要大的 比较大的缺失 从物银行 它的容纳的这个猫狗的数量是 狗狗应该可以到150只 然后猫的部分可以到达50只 对 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目前收容的 犬只只有30只 而且是比较有危险性的 它是有攻击性的犬只 我们才采一些比较 这个 精准捕捉 对精准捕捉的方式 让它留在这边 但是问题是 从物银行 总共花了1亿2千3百万 盖的从物银行 但是到目前为止 还是没有产生 它应该要有的效益 所以这个也要跟市民报告 那我相信金融市政府 禅发处一定在后续的部分 一定会继续来追踪 然后我们会定期来跟市民报告 市政府强调诸多缺失 仍未改善 导致从物银行无法如期完工 令人遗憾 未来将持续的监督厂商 加速改善缺失 记者黄绍民 基隆报道 画面上是基隆市政府发言人余志明 说明基隆升格直辖市推动的最新进度 市政府将会在5月份前往内政部 拜会林又昌部长 那在先前1月份的时候 我们已经有针对基隆市升格直辖市的这个议题 我们有委托民间的公司 然后来进行民调 结果显示有5乘5的基隆市民是相当的支持 我们认为基隆市民的权益不应该再被等待 我们期望能够加速推动基隆市升格直辖市的这个进度 替基隆市民能够争取同等于直辖市的待遇 已经福利 那在北北基陶四座城市当中 仅剩下基隆市还不是直辖市 在各方面的条件 待遇还有福利方面 其实仍然还不够完善 那基隆恐有面临 卫星化 边缘化的一个困境以及风险 那同时 现在全台湾老年人口的比例 也正在逐渐攀升当中 在基隆 每五人就有一名是老人 那在跟全国的这个全国比例的排名当中 基隆也是排名在第六名 明明是临近双北的一个城市 然而在待遇上面却仍然不够完善 我相信这种相对的剥削感 在林又昌市长任内 他一定能够感同身受 那基隆市升格直辖市的这个议题 我们认为是迫在眉睫 替基隆市民争取同等的福利 以及待遇的这个问题 也不应该被搁置 为此我们本府将与内政委员会 李德伟委员 我们作为联系的窗口 将与林又昌部长来进行联系 我们预计将在五月份的时候 在李德伟委员的陪同之下 我们会拜会林又昌部长 针对基隆市升格直辖市的这个议题 我们展开密切的交流 期望能够替基隆市 36万的市民朋友 争取最大的福利以及福祉 基隆虽然在首都生活圈内 但是却没有享有同样的福利待遇 期盼透过中央与地方的合作推动 替基隆市36万的市民 争取最大的福祉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这是一场奇幻的飞行旅程 透过科技的技术 在基隆这个台湾头 就可以飞越全世界 让前来体验的市长谢国良 议长佟子伟 副议长杨秀玉 与多位议员等贵宾 都觉得好惊奇 非常值得意游 由志威集团打造的这个 元宇宙实境体验馆 就在基隆旧火车站 新旧融合的新意向里面 展现出台湾第一个 元宇宙体感科技 可以说从台湾头出发 引领科技新潮流 迈向全世界 感谢志威能够进驻基隆 然后也感谢前师傅的招商 那志威的体验 小爱爸爸从小爱两岁开始 就有在带着他 一直都有在游玩 新龙其实也需要更多好玩的内容 那师傅未来也会在这个周边 跟志威搭配 创造更多有趣好玩幸福的内容 跟市民来共享 好那这几年我们疫情复苏之后 我们现在有一个新旧交融的一个状态 然后有一个科技体验馆在这边 我想可以带给我们所有国际邮轮客 包括我们的所有其他地方的市民朋友 都可以来到基隆体验 我们基隆的进步跟改变 那我相信在谢师傅带领之下 未来还可以增添更多的软实力 让我们基隆市中心 有更丰富的体验生活 那可能各位想说 那跟铁路跟这个火车站的旧站 有什么关系 其实过去铁路或者是那个火车站 就是让大家可以去到台湾任何一个地方的 一个这样的场所 如果在过去的年代 你想去台湾任何一个地方 你要透过铁路通过火车站 那现在呢这个新的场馆呢 我想带你们各位到全世界 甚至到全宇宙去 所以我们里面有些体验设施 我可以带你去环游世界 我可以带你到一个你可能没有办法去体验的情境 比如说我们里面有F16的模拟器 所以各位如果我们不知道非F16是什么感觉 来里面体验就知道 对其实我觉得基隆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但是甚至它是一个国际型的那种海港城市 虽然就是说基隆港的富力并不大 可是我觉得这样更好 这样反而是让很多那种国际的那种旅客 或者是国内旅客来到这个地方的 很容易看到我们这个新的体验场馆 那我们这个体验场馆是我们最新一代的产品 圆宇宙体验赞 透过科技转换让游客身丽其境 体验把不可能转化为可能 可说是梦想的实现 对国际的邮轮旅客来说也相当有吸引力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救火车站的转型 引进了商业模式 也增加了将近50多个工作机会 实质活络了基隆在地的就业环境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定每周三晚上9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 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富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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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家集团关心您 感谢观看